下面我们具体做一下树的写生示范练习 我们先由起稿子开始 我们画的时候在一边画一边进行讲解 现在咱们开始起稿子 起稿子实际上是思考云朗的过程 对这个面前的景我们要有分析 比如说现在这些树呢 就是大小粗细宣途不大 也是变化比较小 画的时候呢 最前边这棵树呢 就要给它夸张一些 可以画得粗壮一些 大一些 因为你总得有足有刺 因为它在最前面位置是重要的 而且它的姿态也还是比较好 所以给它夸张一些 画得大一些 后面这棵树呢 可以适当的略小一些 起稿子的过程 也就是经营位置 安排构图 包括对对象的 这个取舍 或者夸张 组织 这些加工的这个过程 要通过起稿子过程中间 把这个渴望对象的 好的地方呢 尽可能把它捕捉到画面上来 稿子一般起到这种程度的话 可以开始毛笔落寞 但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学习情况 如果心中还无数 还可以起得更细致一些 包括许多小的数字的穿插 交错 也可以把它画得详细一些 免得后来画错了 如果心里有数了 就开 这种情况呢 就可以开始落寞 在落寞过程中间 就是开始用毛笔画的过程中间 要把前几讲 我们学到的 一些课程的内容 联系起来 经过回忆 把它结合运用上来 因为毛笔写生 在三水化写生 三水化的学习过程中间 是一个关键环节 通过毛笔的对境写生 它可以把学习的很多方面 联系到一起 一块进行 比如工具的运用 对客观对象的研究 以及对学习到的传统的 技法规律的 这个印证和运用 都可以联系到一起 首先 你比如我们讲到 用笔的规律 平原流众 或者是 无路痕 几点呈现 或者是 这个折彩骨啊 追画纱啊 像这些 用笔的规律 我们在画 这个数字的线的时候呢 要经过思考 在描写客观对象中间 要把这些规律 灵活运用进去 因为我们拿着毛笔 面对客观对象 进行实际写生的时候 一笔下去 要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对象的粗细 轻重 虚实 强弱 包括它的这个空间 透视 以及包括 气氛 很多方面的这种感觉 都要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每一笔下去呢 要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这就不是 一般的用钢笔 或者铅笔 那种书写 能够代替的 因为毛笔的表现力 是比较丰富 比较强的 画得好了话 这个笔下 可以是出现 非常复杂和丰富的感觉 所以我们 在用毛笔 开始画线的时候呢 就要结合 以前的过程 以前的咱们的课程 所讲到的很多问题 把它回忆一下 能够结合起来 灵活运用 也就是 理论和实践呢 结合起来 特别是 在画这些 数字的 这些线的部分 这用笔的 虚 实 轻 重 强弱 都要 都要能够 每一下笔 既充满了 主观的 感觉 又完全能够 符合于客观 对象的 规律 也就是 既符合 它的 生长和结构 规律 又符合 作者的 主观 对它的 一种感觉 也就是 我们的 看法 我们的 取舍 认为 好的地方呢 尽量的 把它夸张 不好的地方呢 可以 减弱 甚至 减裁 所以 每一下笔 都要 充满了 感觉 也就是说 画家的 笔锋呢 就好像是 我们的 神经末梢 所以 每根 线条呢 要有 很强的 表现力 在画树 的时候 首先 要把 主要的 树干 树枝的 穿插 先把它 画好 就等于 在画面上 先 起了一个 大的 这个 骨架 也就像 要盖房子 盖楼房 先把一个 大的这个 建筑构架 把它支撑起来 都要一上来 就去画那些 很细碎的 小枝 小叶子 因为 自然界的 一个客观对象 是极端复杂的 每一个树枝上 有很多树叶子 而且 这些树叶子呢 是各个变化不同 非常复杂 如果你上来 先去抓这些 细碎的变化的话 必然会 最后乱套 本末倒置 所以 必须是 从这个 很复杂 很混乱的 这些现象里边 首先 找到它的 结构的 穿插的 基本规律 抓它的 主要结构 然后 在它主要的 枝干上面 生发小枝 在小枝的 这个生发过程中间呢 考虑 树叶子的 这个生长和发展 也就是说 自己画这棵树的时候 要有一种感觉 好像这个树 是从自己笔下 生发出来的 那种感觉 要把它的 生命的感觉 捕捉到 当然具体化的时候 不可能一个一个 去数 这个树叶子 只能是概括的 树立 一少胜多 所以抓住它的 组织规律 交错的变化规律 以及它的这个形状的 这个 这个概括的 这个方式 然后呢 就是 通过少的笔墨 去表现多的感觉 如果说绝对真实的 去画好 科幻对象 任何的部分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树上的 任何一个树枝上的叶子 都是很多复杂的变化 不可能一一都描划到 只能是 抓住它的一些 基本特征 和基本的结构 而且这个主要的 这个部分呢 认为好看的 要进行夸张 树枝化到一定程度呢 再一点树叶 互相穿插进行 它树林的感觉呢 才能逐渐的形成 也能逐渐的形成 向前发展这枝很重要 虽然现在看到的树叶子不是很多 但是画了几个双钩的叶子之后 要把空白适当的留多一些 逐渐慢慢的在消灭它 消灭到最低限度 就是留上很有限的一点亮光 就能够把这个树枝突出出来 显得向前发展的层次 但是一开始要留多一些 因为最后根据画面整体 再看哪个地方要哪个地方不要 这种地方要不断的反复进行 就不是一次就解决完了 千万不要着急 一次说把这个墨就画够了 那就没有这个添加的余地 这个积末就很难画了 要留下空隙 这空隙呢在画面上就叫做火眼 当然那边呢留的更多了 那就是说下边那边呢 还是像这个步骤一样同样进行 然后呢最后通通翻考虑 在整体收拾 一般情况呢 是先把所有的线都勾完 再开始点点子 但是为了就是在画积末的时候 同时进行破墨 所以呢就的点子和线呢 同时进行 因为你如果不秤诗点上去 它就融合不到一起 这破墨效果呢 就显示不出来了 所以为了这样呢 就是为了让同学们看到 就是积末和破墨交互使用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就 有些地方 你想画一小杨树那些地方 就是画了一部分树干 接着称树干 不太干的时候 就赶快点个树叶子 然后再画其他树枝 当然树枝呢 是主要的结构 先把它都要画下来 能画的尽量画 但是有些部分 是需要树枝跟树叶结合进行的 那就要使用破墨的办法 就像刚才 或远处那个 就是中京的阳府 这种破墨跟积末交互使用的这个办法呢 是要一般是在 画三水画的写生 交多 就是取得一定经验之后 比较熟练的情况下 如果一开始不熟悉 尽可能的 让积末作为主要手段 就是主要的靠 线和点子分布就进行 就是头一遍 把线画完 线都画完了 然后再点子存擦再上去 这样尽管是 可能是不太活 显得死板一些 但是呢 他可以保证啊 就是不出乱子 就是层次厚重 丰富 这可以达到 如果说 学生训练有一定经验之后 这两种方法呢 交互使用是最好的 就效果呢 比较生动活泼 丰富多彩 下边呢 是草地的部分 就是同时画素 也要同时考虑这个地面的 这个相互关系 就在写生的时候 观察对象 处理对象 都要有很强的整体观念 每进行一个步骤 都是要从整体出发 整体处理 不要孤立的 去处理 学生呢 都要从整体出发 画面到这种程度呢 就要先停下来 整个看一看 看看整体 现在这个画面的这个安排啊 是对原风景 做了一些 这个取舍和夸张 剪裁的处理 你比如进出 这棵树 在原风景上是比较细 也比较小的 为了突出这个主要的 这树呢 就给它夹大 夹宽 适当的给它压矮了 这样呢 这个横的画幅呢 它就显得丰满一些 另外 那边的那些阳素 那是并排两颗 但是呢 突出了一颗 因为画两颗之后 如果这再出来一颗 这画面就平均了 它就不好看了 就缺乏变化了 而在这边呢 加强了一些树的 这个树林的这个密度 使它形成一大块 一大树 那边呢 是一小部分 形成一个大的和小的 这样的变化的 这个对比关系 现在主要画面上是线和点子 来组成的 而这个线呢 是主要的骨架结构 画到这一部分呢 还应该把线应该补充上去的 都要补充 有些空的地方 需要这个加叶树 这个双沟的这个树啊 树叶子 还要密基 有些密的地方还要加 还有些树枝呢 还应该穿插 加强它的疏密对比 最后呢 再用这个墨点子啊 这 破墨的方法呢 结合造成一个众深的感觉 是这画面呢 形成一个森林的 比较优深的 这样的感觉 这就要 对画面呢 做一些处理 跟原来风景的有所不同 原来风景啊 是它就几层树就完了 如果我们想画成一个树林呢 就要在这些树的空隙中间呢 深入刻画 通过加工想象 使这个树林的一层深一层 往里边进 在处理这个 纵深的这个空间感的时候呢 我自己做画呢 有一个比喻 就是说 因为这个画面是个平面的 我们要造成一个 重视的空间感 怎么解决呢 就像这个工艺品 掏象牙球那样 那种功夫 就是通过一个小的空隙 用刀刻进去 刻它三层五层 八层九层 让它一层深四一层 这样呢 就是在两个树中间 然后再画 然后在这两个树中间呢 再往深处画 这游进到远 使它越来越重深 这个画面的重深感呢 就是这样 慢慢像雕象牙球那样 通过一个小的缝隙 刻画进去 在这个地方呢 是容不得半点初心的 要处理的非常恰当 不然的话 它就一糊涂 就透不过去了 就众深呢 众深感就没有了 再一点呢 是这个树干 我现在呢 除了双钩的线之外呢 树皮上这些感觉啊 春差还没进行 为什么呢 我要等整个画面 大吊子铺的差不多以后呢 我再画它 这个道理呢 就是考虑到整体 因为一开始 你画的到底 这个树皮的感觉 到底画多深 还是多多轻多重 没有把握 因为画面整个形成之后呢 就可以决定 就是它到底用淡末 还是浓末 还是春差的密一些呢 还是树一些 这样呢 它整个画面容易协调 不然的话 它就形成了 同样的灰颜色以后 它就拉不开距离 所以在这些地方呢 都是很微妙的 一些关系 一般画画的 这个 这个学画画的过程中间 容易忽略这些问题 就是先抓了 主要的树干 树枝画了 画了之后 这些微妙的变化呢 容易出新 这个往往是画幅失败的 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所以现在 我有很多地方都留着 很多空隙 没有画 没有画的原因呢 就是一时还判断不准 到底是浓 是淡 是书 是密 这样慢慢的 一边画 一边思考 一边分析 一边判断 判断了准一处呢 画一处 这样的最后呢 这个圈局慢慢慢慢 逐步的就形成了 所以到这一步呢 就是停下来 要看一看 思考一下 然后调整整体 也可以说是 画面画到 这个十分之六七的时候 这个工作就要进行 也可以说 现在这个画面呢 基本上完成了 十分之六七 在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以画面为主了 这个完全是看着 这个对象 看一眼画一笔 已经没有必要 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会失败 为什么呢 它已经画面形成了 这个具体情况呢 它提出了一些要求 就要根据画面的情况 来收拾 抽一边主要是 先把大吊子铺起来 然后再调整 空白的地方 不要一开始都染完 要多留一点 慢慢的再逐渐消灭 但是有些空白的地方 是天空 是树林透过去的 这个天空的对比的 那个亮光 那个不要把它都涂了 像这个地方呢 这都是树叶子 因为它后边 是很浓密的树林 肯定蹭托的是 前面是树叶子 这个水分就要相应的多一点 它因为是大面积的 但是呢 不要太浓 也是浓的话 它就把墨盖掉了 而靠天空这部分呢 要相当细致 就这些地方 哪些地方空白要留 要考虑的比较周密 不然的话 应该是天空的地方 你没有留出来 将来这些画呢 就闷了 也就是瞎了 不应该是天空的地方 应该是树叶子的地方 你留了以后呢 它就花 就是透空太多 太碎 也不好看 现在这个基本的调子呢 扑了第一遍 因为主要是相较秋天 这个金黄的这个调子 当然这个树到这个初秋的时候呢 它不全是这种金黄 还有一些黄绿 呃 折黄 然后呢 第二遍 嗯 在这个树的暗部 染折尸 或者是局部的染草绿 让这个调子呢 复杂一些 就是说不纯粹 是个金黄的 或者橙黄的调子 而黄里边 有一些折尸 有一些绿 这样它就符合这个秋天的 呃 这个多变化的这个调子 这一步到这呢 暂停 就可以等它干 干了以后呢 再染 这张画 当初 在室外写生 墨还没有 最后完成的时候 因为时间关系呢 嗯 就染了一点颜色 在染完部分颜色之后 对墨又重新进行了加工和整理 墨化到充分的时候呢 最后又进行整个色彩的调整 经过数遍颜色调整 运染之后 才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厚重效果 在这白蜡树 这黄叶子部分 一开始是用透明颜色 运染 最后呢 又用不透明的湿黄 加以照染 使它浑厚起来 跟这个周围的 透明颜色染的 那些杂树 以及阳树 形成了一种厚与薄 这样的一个对照 现在这个画面效果呢 是进行了艺术加工 跟客观对象呢 也有所不同 有一些地方呢 进行了剪裁 有的地方呢 进行了夸张 也就是说 加入了创作的成分 所以写生呢 不是完全模拟 客观对象 不是照操生活 也是一种 创作性的 这样的练习 画得好了 就是一张创作 风景创作 在画这张画 处理色和默的关系上呢 就像上面咱们讲 山水画的基本技法里边 提到的色彩的方法 第一种 就是色默重叠法 就是墨画完了之后 反复的运染色彩 使墨跟色浑然一体 达到了厚重协调的效果 所以在这方面 同学们 第一要注意的是 一定把墨的基础 画好之后 再上颜色 第二点 上颜色之后呢 就是要达到整体的协调 不要孤立的去观察和处理 所以最后呢 一张画 成败呢 关键在整体 同学们